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Tobi 这段时间没有出去拍照片 因为还没有打完针 然后附近的那个病情案例有点严重有点多 所以就今天来聊一些别的东西 你觉得第一张照片对你来说比较有意义 比较重要 还是最后一张照片比较重要 你的第一张照片你会用来拍什么 你会用来拍你的宠物 拍你的小狗 小猫 还是你喜欢的人 或者是父母 还是你会用来节拍 或者是自拍 我的第一张照片我用来拍了我的父母 其实那个严格来说不是我的 不算我的第一张照片 我的第一张照片在我上一次去爬山的时候 已经拍了 拍了一个大合照 跟我的朋友们 然后那个底片没有放好 所以就整卷就不能用了啦 就浪费了整卷 我的第一张照片选择拍我的父母是有原因的 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小时候你们还是宠物 你们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人是谁 应该是没有人记得 我也不记得 但应该是父母 第一张照片拍他们的原因就是 我以后还会带着这台相机去 去监视这个世界去看不同的人 去不同的地方 可是在做这些之前 我想先看一下取景器里面的他们是什么样子的 就好像我们是baby 睁开眼睛 第一眼看到的人是父母 然后我们会继续我们的人生 继续认识不同的人 认识自己的朋友 去看一下不同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最后一张照片 假如你知道你的下一张照片是你最后一张照片 你会用来拍什么 我的话我会留给我自己 不一定是自拍 但是一定是我自己想要拍的东西 可能是一个场景还是某些人 我们很多时候拍照都不是拍一些自己喜欢拍的东西 反而是一些可以获得like 可以获得关注的照片 哪一些照片可以获得更多的like 然后就去模仿别人怎么拍 我以前会在instagram看到一些景点还是地方 有些人拍的照片很评论那边很多活很多活 然后很多like 然后我就去模仿他们 我就去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角度去找他们的角度 然后拍一张就拍一张照片 希望可以看一下可不可以获得跟他们一样的成功 一样的like 在那段时间我为了拍一些更符合instagram手机 手机看的照片 我会每次拿起相机我都是这样子 我都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拍照片 我不会再用 不会再这样子 我很少很少很少这样子 再会这样子拍照 这种情况大概维持了9个月这么久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 我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 我就开始去反省一下 开始去改变这个习惯 然后有一天早上五六点这样我就起床 然后去了金沙酒店 去金沙酒店不是去睡 去他下面的那个地方去走走去拍拍 然后拍完过后我就回家 艾滴了 艾滴过后就有放去instagram 那个是我9个月9个月以来第一张的横构图 放在instagram过后也有放去story 放在instagram过后也有放去story 然后我的一个朋友 金沙 他就有来 inbox我 他说这张照片好看 有让他回想到当时他去这个地方的 场景 跟一些感受 然后我就有跟他聊一下我以前 我之前只会追求 然后赞跟关注去拍照片 而不是拍一些自己想要拍的东西 自己喜欢的东西 他就问我说 你这样子不累吗 一些不喜欢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你不如去拍一些自己喜欢的 然后人家看到觉得喜欢也会来 就会来like 这样子不是更好吗 因为你是拍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而吸引到喜欢你作品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拍的是你自己喜欢拍的照片 而不是为了去追求某些东西而拍的 假如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想要拍什么类型的照片 然后你也迷失在这个like的阶段的话 你可以试下从各种方面各种类型的照片去尝试一下 可能拍一下人像啊 拍一下风景 节拍 宠物 建筑都可以 你要多一些多一点去尝试 在你一个人出去拍照的时候 因为上面没有其他朋友其他任何人 你会更多的跟自己内心去对话 你会更容易发觉一下自己喜欢拍的是什么 然后你当你越拍越多 你会慢慢过滤掉一些自己不喜欢拍的类型风格 你就会开始转租在一些自己喜欢拍的照片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 我先去吃饭 我饿了